執行這一行程式之後的話 那我按F8 你會發現底下的全部三光光了 最後的話再排序 最後一個排序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這個是按照A1 什麼叫A1 其實就是按照日期幫我重新排序 然後排序的話就是把它改成D錢 這樣的話重新排完了 其實剛剛做的動作 就只有四行程式而已 所以我是建議程式不多 你如果把這個學起來的話 以後妙用無窮 很快OK 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 那當然的好處就是你不用動手 再去做一些土法煉鋼的事情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增加號碼 增加號碼部分的話 就是要在那個什麼 D到I上面增加1到6號 那怎麼增加 這邊我是跑個回圈 這個回圈如果是橫向我用追 1到6 然後呢我就跟他講說 我在哪一列 在第一列 哪一欄呢 在1加3的話就4 所以從第4欄 裡面丟什麼東西給他 丟這個變數 丟1 丟2 丟3 丟4 丟5 丟6 OK 這個地方的話就增加號碼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資料剖析 那剖析部分 這個我是利用這個錄製具體改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這個地方可以得到那個資料剖析的結果的話 那可以 其實主要是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叫什麼 叫做Test to Colors 顧名思義 文字轉換成欄位 OK 那把它轉換之後的話呢 他就可以快速幫我把這個結果給顯示出來了 那最後的話呢 再來就刪除B欄 那B欄怎麼刪除 其實這裡你可能在學一個物件名稱叫Colors 哪一欄呢 就是刪除B Delete就可以了 那最後有一個叫AutoFits 什麼叫AutoFits 自動調藍寬 藍寬調整一下 OK 這樣看起來呢 就清爽多了 就完成這個動作 所以剛剛講的這些程式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假設呢 你希望 也可以在你程式裡面 增加這些功能的話 那你可以再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我是把它放在 第八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畫面再還給各位